哈囉大家好,這次要來試玩這款遊戲 流氓公主 我們要進來了 這遊戲出了一陣子了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款遊戲 人類公主 那現在是要 拍上去 立惠倒是還不錯 沒有空位了 進入副本 得到 可以一直點耶 所以血不夠的時候自己要操作補血嘛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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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就赶快用一用 累积的速度还好 没有说很快 还算是有趣味性啊 然后遭遇敌人是像那种棋盘格数这样子一个一个的 去进行探索 这个比较常出现在放置类型的游戏都会有这些玩法在 没有人被告 没有人被告 那游戏整个画面部分则算是普通普通的那种 很像早期的画面 行动力不够 那慢慢累积好了 这招好强喔 人类公主成长了 要强化技能 强化大招好了 大招他刚刚那一发 特别的强喔 这招啊 消耗4点 喔这伤害值 操作习惯以后还算是不错 那这游戏好像也没有什么在做广告 哇我没有强化到技能 强化死喔 强化死喔 这什么东西啊 算了算了 好再进行战斗啦 先开个大招 好回家 这应该是无限 无限地下城这样子啊 那 诶 只还有广告啊 奖励出死化 可以返回大本营吗 那回到首页啦 我们点这本书 这边 这边 自动佩戴 刚刚就是打到一个裤子嘛 戟人可以进行强化吗 下面技能可以拉上来啊 有那么多种技能 然后你可以搭配你想要技能 把往上拉 所以这边算是队伍调整 那如果要再进来 还有开始城 可以选择那么高层数 还可以购买补给品 所以一开始如果跳到十一层呢 我打过吗 啊没有他在这边显示未去过该层 哇所以你进去先至少打个十层了 不然你如果一出来就要再重打了 我地下城探险大概就是这样啊 你就一直去打了 打材料打装备打金币啊 那这个游戏它好像没有自动战斗 好像全部百分之百手动的 好吧 玩法整体都是这样子 其实还不错玩啦 但是玩久了可能会稍微单调一点哦 加上它画面 普普通通哦 就立会还不错 立会还可以 游戏就是玩到这里咯 大家拜拜